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我會為大家講的是HKDSC 2015 Mathematics Core Paper 1,Session B,Question 18 請你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理解我為何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這輯影片 請你Post 畫面,否則我們可以繼續進行 第18條A,問有一個choradetic function 到底是否剪掉到X-axis choradetic function,剪掉到X-axis 我們要看當Fx或Y等於0時發生甚麼事 因為當等於0時,choradetic function就會形成一個choradetic equation 當然,你熟悉choradetic equation 你會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條叫做choradetic formula 我們純粹去觀察這個discriminate B2-4ac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底是有沒有intersection 如果它有intersection,就是有cut 如果它沒有intersection,就是沒有cut 只要它小過0,我們就判斷它沒有cut 而只要它是大過等於0,我們也決定它是由cut 到那個所謂的X-axis 好,剛才也說了,要y等於0 接著我們就整理一條叫做general form 方便我運用這個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我們計完之後,就發現它是-16k²-40 這個discriminate都是負數 因為你k的二次,所有正負數都轉到正數 -16乘正數當然是負數 -16k²-40,兩個負項相減 兩個負項相減 兩個負項相減 都是負數來的 好的,我的判斷就是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就是小過0 所以這個graph是does not cut the X-axis partA搞定了 好,partB有兩張reference給大家看看 就是剛才說的所謂的cordity equation 那為什麼它是沒有x值的話 為什麼會沒有x值呢? 為什麼會切不到x-axis 那如果它的delta大過0 那就是說我們出現了兩顆不同數值的分數 分別就是-b加一個根delta 和-b減一個根delta 所以既然有兩個x值 所以我們就決定有兩個intersection point 即是在x軸上會有兩次的cut 那如果delta等於0的話 那大家都看到了 無論它減一個根0 或者加一個根0 其實它也是說 x只有一個數值 就是-b over 2a 那所以我們就說它有一個intersection point 即是cut一下 那如果根x不是一個real number 根本就不能做加減的 OK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說它是沒有一個real solution 沒有一個實數的解釋 即是在x的數線上沒有這一點 那自然是cut不到x-axis 好,另外又是成先啟後 那一會兒我們會看到b part 那裡用一個competing square method 那其實我們什麼來呢? competing square method 這個技術就是剛剛解釋到 我們一會兒看到的 那叫vertes的東西 OK competing square method 即是簡單一點 把它轉為某某某東西的二次 就叫做competing square method 當中我們牽涉到一些identities 比如說 a二次加2 ab再加b二次 就等於a加b二次 就會組成現在畫面這個樣子 那關於這個competing square method 待會我們會說的 不過暫時就說說vertes是什麼 vertes其實就是 有h和k的 h就是vertes的x coordinate k就是vertes的y coordinate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都可以計算到 甚至乎有頂點式的東西存在 頂點式可以幫我們決定vertes 這條式一會兒用的 所以大家記住 那也有件事你要留意 由於vertes的x coordinate 或者我們在這裡簡稱做h 它就是在 一條所謂的 對稱軸上高 這個對稱軸 就這麼巧可以幫我們計算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對稱軸 其實可以用兩根的和 加上除以二 都可以計算出來 OK 所以hd的值 最終我們都可以演化了 做-b over 2a 好 你要記住這些 因為competing square method 一個方法 另外 h和k的公式 都是找到vertes 不過這次我就不示範完 因為題目說明 你一定要用competing square method 好 我們就試試看 competing square method 首先我們會令到 所謂的 a二次行 就成為單一的a二次行 行不行 好 接著 我就要在這裡猜 猜所謂的b二次行 是什麼 這個也挺容易猜的 OK 為什麼容易猜 加一個k二次 減一個k二次 稍後你就會知道 如果我這樣放在這裡 是不是就是 現在畫面上的畫 就是a二次 就是所謂的x二次 而 kx就是所謂的-2ab OK 那你對著對著 你就會對著 其實呢 如果a對著x b自然就對著k 所以要有b二次 我就要加k二次 那你突然間 在一個 數色上高 加了一項 那你就會令到 數色不是原來數色 那怎麼辦 你加了 k二次 你就加了 tru 就令到整體的數色 沒有貶值 另一件事 你要留意 就是你的2 就是跟四項相成 就是2乘2x二次 2乘2kx 2乘2k二次 和2乘2k二次 那你要把這個-k二次 踢出去 那你就要乘2 OK 就成為了現在我 mouse指的這項 那頭三項呢 可以轉做什麼呢 頭三項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成 k sorry x-2k二次 就像畫面上一邊 給大家一些資料 好了 都說了 x-2h 那h就是頂點的x座標 OK 所以x座標就是k 而後面加2k 就是 所謂的頂點的y座標 那現在 你加就不是這樣加k 就是k二次加5 那就是整個頂點的y座標 就出來了 OK part b也都搞定了 好了 part c 由於牽涉到這個 叫做circumcenter 就是三角形的四心 我小不免也要跟你說一說 OK 三角形的四心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第一個心我們就叫in center in center 就是用三條的angle by center 做出來的 OK 它做了一個center 這個center 可以透過這個center 畫到一個圓 剛剛好呢 就是touch 3 那這個in center 經常會用來考考tanj 因為呢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inscribe circle的話 其實換言之間 就是畫三角 三角的三條邊 就是這個inscribe circle的三條tangent OK 如果我們不用angle by center 我們用perpendicular by center 我們會做了一個circumcenter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會用的 所謂的外心 中文叫做 那這個circumcenter 就是透過這個center 我們畫一個圓形 剛剛好 包住三角形三點的 那這個就叫做circum circle OK 好 那順手看看吧 另外呢 就由三條中線 就會組成重心的 什麼叫中線呢 就是midpoint 和它的opposite vertex 連起來就叫做median 就是中線 三條這個median 就很有趣的 它首先就會把三角形 分開做六份 它們的面積上是絕對一樣的 OK 另外有件事 這個g 我們在香港就有一個節日 會經常會用這個g點 那節日就是 什麼叫做 飄飾 對了 長洲的飄飾 那長洲的飄飾 你看到經常會用鐵 就用上去 我們就會用三角形片 因為傳統的字號 告訴我們 扭軟 計上力學之後 扭軟的機會是最小的 就比正方形或者長方形 好 另外就有三條頂垂線 additive 或者我們直角上高的高 那三條頂垂線 和三高 組成出來的 offer center 這個頂垂線 這個頂垂線 就會用來做九點共緣 就會上去大學 就會學這個九點共緣 如果你繼續學dramatry 暫時不需要理會 不過頂垂線 就會用的 OK summary in center 就是透過三條 angle by center 做出來 circum center 就是由三條 perpendicular by center 做出來 centroid 就是重心 或者形心 就是由medium 三條做出來 而offer center 就是由三條 additive 或者你叫高 做出來 好 現在看看 Part C 那裡 它就說有另一個 功能 y等於2-2fx 好 什麼叫2-2fx 或者什麼叫-fx 現在我會示範給你們 -fx 是什麼 好 由於我們之前 就算了 就是 本身那條 銜數叫什麼 銜數 本身的銜數 我們叫y等於fx 那我的Vertex 我們計算了 就是k 和k2加5 就是它的coordinate 那 如果我要做一次 負fx 給你 其實是做一個反射 沿著 x軸去反射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很簡單 那 本來fx 現在換成負fx 那就是 本來在正y軸的東西 就會反射到負y軸 OK 那這個就是反射做的東西 可以嗎 那我就靠 看一些政府 去做一次 那我經常跟別人說 上高的一隻就是正y軸 下高的一隻就是負y軸 就方便日後做反射 那它又不是這樣反射 不是這樣負fx 它還有2 那2是什麼呢 Y就是掌管著高度 或者掌管著流層 你問我 那你加了二 就是整條y軸 升了兩格 OK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立刻找到它的vortex 那就是t 就是vortex的coordinate 就是k-k2-3 OK 那為什麼我會叫vortex 為t 或者之前y軸的fx 叫做s 其實你看看題目 它就有兩點 就是s和t 那s和t走到最近的時候 就有個宣稱 s和t走到最近的時候 那當然最近就是什麼 原垂距離就是最近距離 或者perpendicular distance 就是最近距離 OK 那它的宣稱是什麼 它的宣稱就是 當s和t走到最近的時候 加上o o我有沒有畫出來 看看先 加上o 就組成了三個人 現在畫面我又做了 這一刻 就是s和t最近的時候 產生過三個人 sto 它有它的circumcenters 那circumcenters 酸稱就說 在x axis上高 就是在y等於0這條線上高 那我們就研究一下 是不是 研究方法很簡單 記得了嗎 circumcenters 我們用三條什麼線做出來 沒錯 就是perpendicular by sector 做出來的 perpendicular by sector 我們首先要找一個終點 我們算完的終點就是1 如何計算 好 我們看看終點 就是將兩個流程加上除以2 或者將兩個y coordinates加上除以2 就是y等於1 那就是說 如果這個三個形 我們要計算它的circumcenters 它的y座標一定是1 因為我們在st的perpendicular by sector 就算到是y等於1 那就是說 那個circumcenters 一定是lides on這個y等於1 而不是x,s,y等於0 所以我們就 覺得那個宣稱就是incorrect the claim is incorrect OK 咦? 阿Sir,為什麼你會寫method2 剛剛才說的 沒錯,真的有method2 但現在很幸運 是我打錯 不是 是我唸錯東西 method2真的有 你給我多5秒時間 你快點倒數 現在開始倒數 這個也是 好,來 Method2是做什麼的呢? Method2跟之前的都是一樣的 不過我今次就調轉 我假設一件事 就是假設circumcenters 我們叫做r 細r0 為什麼r我們叫做r0 就是lowerr0 原理呢? 原理呢? 我試試調轉 我先assume 它的宣稱是正確 我們試試放了這個 而由於這條線 x-axis 另一個 或者這麼說 x-axis 方程就是y等於0 另一個名稱 我們叫y等於0 這樣的話 這個任何一點 在x-axis y等於0 都必定是0 OK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看看 它是否所謂的 circumcenter circumcenter 留意 它應該是radius 都是半徑 如果s-r 和r-t 這兩條半徑 如果它們真是半徑的話 長度應該是一樣的 好 那我就計給大家看 第一個 rs計完之後 就出現了這個死款 沒有什麼難度 因為0 某樣東西的義次 負什麼義次 當然是正義次 下面那裡留意 下面那裡 好像是減 打錯字 又 追過 追過 打錯 少少東西 留意 它是0-負的義次 一定是正的 問題是這個負 又可以抽出來 譬如說 負k2次負3 就抽了負 抽了出來的負 就只有正 正 k2次 加3 的義次 那你比較一下r-s和r-t 大家的expression都差不多 不過一個加5 一個加3 當然啦 這兩個就不一樣 r-s和r-t 是不相等 所以我們就會判定了 r 就不應該是 lize on x-access 從而我們也是否定該宣稱 the claim is incorrect ok 好 18c都比較長的 都說完了 長路有盡事 好 那就有什麼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另外這支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好你的生命 有緣的我們在樓下士 大家家庭教會見 拜拜